感谢您所听发频道 陈光底线 好的广告除了能够准确地传递商家的信息 还能够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的潮流解码要介绍一种广告形式 它有别于一般的平面或者是电视广告 而且呢 而是一组人穿着传统的日本服饰 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在街上敲锣打鼓 说学逗唱样样来 原本呢 是被视为有一些过时的表演形式 如今却又卷土重来 打动消费者的心 街上传来欢快的旋律 再加上鲜艳的服装和夸张的造型 您可别以为这些是街头表演艺人 他们其实是为商家宣传商品的活动广告牌 在日本 他们被称为东西屋 这样的组合就包括了脑膊 大鼓 萨克斯丰 担黄管和即兴唱词 这种活动广告牌的原型诞生于19世纪中期 在战后达到鼎盛期 当时的日本有2000多人从事这门行业 不过现在人数已经大幅减少 目前只剩下大约50个人左右 但是在人与人日渐疏离的现代 人们又开始回味起过去的美好 这种活动广告版又渐渐流行起来 阿九和美香是一对夫妻 他们年轻的时候 为这种广告文化所深深着迷 于是辞去了工作 组织了公司 专门经营这种活动广告业务 由于这种广告形式相对来说比较浮夸 表演人的服装又那么鲜艳夸张 再加上一路上这么敲锣打鼓的 很容易就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有雇佣东西屋的业者说 这种广告方式相当奏效 也有年轻人对这门行业感兴趣 加入阿九和美香的工作室 他们学习掌握乐器的技巧 还要学会临场变化和反应 看起来简单 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磨练的功夫 边走边说边表演 就像是电视机里的广告 活生生出现在眼前 同公众的直接交流 或许更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